各位好,現在來介紹F這個和弦的按法 F這個和弦是大和弦,它的根音是F,三度音是A,五度音是C 你在任何樂器上面可以彈出F,A,C這三個音,就算是F和弦 現在來看看其他上面怎麼按F和弦 最常見的F和弦的按法 是根音彈第四弦的第三格,然後第三弦的第二格 這個音是它的大三度,A這個音 再來是第二弦的第一格,用食指按,這個音是C,F和弦的五度音 還有一個音是食指可以向後壓平,就是同時按住第一弦跟第二弦的第一格 第一弦的第一格這個音是F,其實也是根音,是高八度的根音 所以整個按法會是這樣,食指壓住第一弦第二弦的第一格 中指按第三弦的第二格,五名指和根音,第四弦的第三格 聽起來是這樣 如果你要彈一個簡化的F和弦 其實你可以省略第一弦的第一格這個音 因為這是F,根音已經彈了,所以只需要彈第四弦第三格,第三弦第二格 可能第一弦第一格 但是你就不能彈到第一弦的開放弦 因為如果你彈到第一弦的開放弦,會出現的音是E 那整個和弦會變成F,A,C,E 那就不是F和弦了,會變成Fmaj7 你現在聽到的這個是Fmaj7 所以簡化的F和弦是按這樣子,但是不彈第一弦,聽起來是 不是簡化的話 但是通常在按F和弦的時候,初學的時候會有個困擾 就是食指很難同時按住第二弦跟第一弦的 第一格 要一次按兩根弦有點難 我現在要告訴各位為什麼 換個角度來看,比較清楚 從這個角度來看 大部分按不出F和弦的主要有一個原因是 食指 是這樣彎曲的 很多吉他手在這個時候會非常的用力 想要把兩根弦都同時按住 所以會非常的用力 但是你越用力的時候 你的食指就會越彎曲 在彎曲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食指過度的在第二弦的第一格用力 但是力量沒有辦法平均的分配到第一弦的第一格 這是第一個困擾,所以情況會是這樣 你可能第四弦跟第三弦都按清楚了 但是第一弦跟第二弦怎麼用力都有一根弦是不清楚的 聽起來這樣子 如果你是這樣子困擾的吉他手的話 訣竅並不是在指板前面 訣竅是你看一下我的手掌 剛剛的動作是整個貼在吉他的琴頸上面的 我希望你可以把手掌稍微的離開琴頸 變成這樣子 你會注意到食指的第一個指節是平平的 是這樣子 拇指在琴頸的後面 有點像捏住吉他的琴頸 這樣子的感覺 比較不是握住的 捏住的感覺 然後 然後 是平的喔 甚至有一點這樣子 向內 凹下去都可以 平的或有點凹下去都可以 再來把你的另外兩根弦壓住 其實不需要非常用力 另一種情況 也是可以用握住的方式來按 但是 你的 關鍵還是在於 食指怎麼樣平均的壓住這兩根弦 所以你的手掌 可能就要稍微的 往後轉一點 比較多 退到琴頸的後面 因為如果很多在前面的時候 你食指又彎的 自然就很難平均施力在 第一弦跟第二弦 所以稍微向後一點 向後一點 或者是出來 用捏住的 從這兩個方向去試試看 但是 由於每個人的手大小都不同 手指的長度 那個比例也不太一樣 所以 在這兩個 極端的姿勢之間 其實還有很多種可能 在介於這兩者之間的某一個位置 就是它按起來最舒服的 F和弦的按法 小呆